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十一題 十一題說 一個數列A1是1 所成的集合 A2是2 3 所成的集合 A3有3 4 5 以此類推 那問你說 2175在 A1這個集合裡面 問你那等於多少 你發現到的是 第一項有一個數 第二項有兩個數 我這裡寫錯了 發現是4 5 6才對 A3是4 5 6所成的集合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三個 它是連續的 1 2 3 4 5 6這樣一直下去 也就是說 這個 第一項到最大的是1 第二項到最大的是1加2 第三項到最大的是1加2加3 是吧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第三項裡面 那你應該是 是要比第二項的最大還大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第三項裡面 有一個K是屬於A3的 這裡面的 那它應該是 1加2要小於K 要小於等於 1加2加3 是不是應該這樣 這是第三組裡面 那在這第三組 這4啊 5啊 6啊 不管哪一個數 一定都比1加2還要多 1加2才3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4是不是比3還要大 5也比3還要大 6也比3還要大 所以它一定要比這個大 那它一定會小於K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這組裡面最大 最大的是1加2加3 那你在這組裡面 一定不會比這個大 最多跟它想等 跟它想等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問題 好 那1加2 1加2加3就是1加到n嘛 1加到n的公式基本上 它應該是 2分子n乘上n加1 那這個呢 大概是2175 這2175啊 大約在這裡 那大約在這裡的話 大約2175的話 那你把它乘過去大概是 4350對不對 4350大概是n乘上n加1 那這個呢 你就想這兩個大概相等的時候 n平方大概是這麼多的時候 大概這個n會多少 如果用60的話是360 如果用70的話是4900 所以它借在60到70是借8 那用65看看 65的話呢 乘以65 應該是422 4225 比這個呢 還要小一點 那65 那65 跟它 蠻接近的啦 那如果是66呢 那你自己算 66的 因為我用的方法 跟你用的方法不一樣 對不對 老師你在算什麼 大概4356 比這個大一點點 所以 66的平方是比它大 65的平方又比它小 所以它大概可能在6566到左右 所以你這個地方呢 你就直接帶 而且你用加1除以2 用65試試看 那除以2以後 這個算一算 發現是2145 欸 它果然比它大 然後用66帶進去 是2211 欸 比這個大 所以它又比它小 欸 這個是不是就符合剛剛這個 這個K呢 是借在 好 1加2 一直加到65 然後這裡 後面是 1加2 一直加到66 這個K是2175 對不對 2175 借在這兩個之間 那所以它應該是第幾組 66 對不對 就是剛才這個 這個後面是 加到3的話 就是第三組裡面的 那現在是加到66 對不對 它比這個最大的 1加到66的 這個數小一點 比它可能是5啦 可能是它的前面1個2個3個 但是它又比前面到65組的還要大 1加到65等最大的還要大 所以它應該是在第66組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就會得到就是說 這個 1加2加到65 會小於 2175 會小於等於 1加2一直加到66 所以 2175 在 2075 1加2 一加2 1加5 3 1加5 1加6